各位媒體先進朋友大家早安 刑事警察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侦破私刑拘禁帳戶人頭詐欺集團案 共計棄貨第一層取款車手 第二層收水成員 以及第三層的車水頭共16人到案 警方調查發現 該詐欺集團以假投資手法 詐騙至少11名被害人上當 總共不法匯款已經高達1億元 警方專案小組抽絲剝繭深入追查 發現該詐欺集團是以孫姓通緝犯為首 孫賢申背 詐欺洗錢 組織犯罪等10條通緝 面臨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一個重責 逃亡期間 以假政見高級名車逮捕來掩護通緝身份 持續的以通訊軟體指揮旗下的成員 繼續從事詐欺犯罪 刑事警察局報警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立谷 謝宜休檢察官指揮偵辦後 並會同了新竹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 第三分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口分局 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等單位 分工合作 投入了大量的一個徵收能量 終於鎖定了孫姓通緝犯的一個常逆處所 並且在113年1月30日出動維安特勤警力攻堅 順利的制服逮捕企圖逃逸的孫賢刀案 並且起貨了贓款272萬元 以及高級賓士車市值900萬元的車輛一部 手機、筆電、電腦等犯罪工具一批 警方調查之後 將取冷以涉嫌、洗錢、詐欺 以及組織犯罪條例等罪嫌 移送新竹地方檢察署偵辦 刑事警察局持續貫徹行政院 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1.5的目標 不斷地加強各項的誓詐以及誠詐的作為 全力打擊詐欺犯罪 警方也要在這裡呼籲 請民眾踴躍地提供各項的犯罪情資 警民聯手共同打擊詐欺犯罪